仔细看监狱老大在座引体像上 他一口气做了218个 一滴汗都没流 原来夸下有只神兽 老大不耐烦了 让神兽把他放下来 假装擦擦汗 回到宿舍 见了他的囚犯 就像打了鸡血 哥哥热血沸腾 对着脚高喊老大的名字 此时的阿浩像是监狱之王 我们先回顾一下剧情 前几天阿浩还是个废柴律师 被宪汉入狱 本来他想自杀 去挑衅监狱的老大 杨会长 他用三盘 狂扎他脑袋 还一拳打倒了他 之后 挑去挑衅杀人魔 拿下九杀的魔头 阿浩玩家整哭了 阿浩被其他囚犯自杀 结果这几个囚犯 都莫名其妙暴毙死去 阿浩名声大噪 外界都认为 他是硕鼠 硕鼠呢 是韩国真正的掌权人 他手中握有万亿韩元 金融 毒品 军火产业链中 硕鼠都是大股东 黑白两道同志 没人惹得起 阿浩是不是硕鼠 他的身份 引来高官公子哥的怀疑 因为公子哥 被硕鼠骗了1400页 所以 他让阿浩说出 他们交易时 五个客户的名字 如果说不出来 阿浩就是假硕鼠 会被他们在监狱整死 阿浩不是硕鼠 名字当然不知道 揭晓的日子到了 电影长 亲自担任赌局的核官 本市的市长 亲自来当见证人 把这笔发给阿浩 还有公子哥 两人同时写下客户名单 写完后 公子哥寄过阿浩的名单 竟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三个VIP就犯 也目瞪口呆 阿浩竟是真正的硕鼠 阿浩没有反驳 因为自己是硕鼠才能保命 公子哥立刻追问 自己被骗的1400页 阿浩并不承认 要公子哥拿出骗袋的证据 想不到还真有证据 一个客户 已经被检察院抓住 他们带着阿浩过去 让客户指认 客户其实也没有见过 硕鼠的真容 所以检察官诱导他 阿浩就是硕鼠 阿浩来到检察院 客户正要指认 闹钟响了起来 客户拿出针筒 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 刚打完 他请全身臭臭 口吐白沫 倒地身亡 硕鼠竟敢在检察院 杀人灭口 公子哥气得口吐芬芳 VIP囚犯 愿赌付出 兑现了三亿赌金 足足两大箱子钱 阿浩很大方 甩出两大钱 给了监狱长 购买监狱的VIP倒餐 再甩出两大钱 购买自由权 只要不是严重错误 监狱长就得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最后的两大钱 给所有的囚犯家餐 囚犯押住阿浩赢的 都赢了一大笔钱 监狱老大杨会长 竟然也买了阿浩赢 一下赢了一百多万 一时间阿浩地位暴涨 大堂里人们都在高喊 说鼠的名字 就连监狱老大杨会长 都会打鼓掌 阿浩彻底成为监狱霸王 他就在高台之上 身后象征说鼠的条幅 缓缓落下 VIP三座如坐神瞻 阿浩的报复即将开始 VIP一号一口烘酒下肚 出现了幻觉 刚想开门逃走 就看见阿浩手握血淋淋的心脏 一掀开自己的衣服 身体被掏空 吓得晕露过去 VIP二号正惬意的周焉 上着厕所 一盆水浇了下来 两根电线飘在头顶 被瞬间点晕 VIP们被吓得找公子哥救命 公子哥胆大包天 用阿浩的老婆小薇威胁他 此时 公子哥的手机箱前 他的老婆仅收到一束 死人的白菊花 阿浩威胁公子哥 感动小薇的话 就送他一份 惨绝人寰的礼物 公子哥气的 要杀了阿浩 但想一想 他想找回到1400页 还是人人吧 VIP三号被套上头套 带到他们曾经折磨阿浩的房间 阿浩曾经受的酷刑 一样不辣 都让VIP三号品尝了一遍 阿浩呢 一脚睡到他的凳子 就在VIP三号咽起之前 一桶冰水泼下 醒来的VIP三号 瞬间对阿浩言听计从 阿浩的老婆小薇那边 他们的医院有某种秘密 护士长偷偷给人抽血 小薇追他到地下室 护士长绝不见了 这个医院肯定在进行 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市长来找小薇 告诉他 阿浩就吃硕硕 小薇当然不信 我的憨憨老公 蚊子都不敢打 怎么可能吃硕硕 他要当面去问阿浩 正巧呢 预言要去监狱一诊 小薇就去了 当监狱老大的女人有多爽 阿浩说得小弟先鞠躬 其他人立刻模仿 所有的酒饭 90度鞠躬 小薇有点懵圈 医院总欺负小薇的一生 也慌了 最后所有人高呼说鼠 让小薇再次成为焦点 好家伙 最终喊了30分钟 御警呢 实在看不下去了 喊大家停止 只见御警 也毕恭毕敬地走入过去 为刚才被认出大早道歉 他带着小薇来见阿浩 阿浩早就没一更衣 还缺了一个帅气的发型 小弟弟来运好的御服 又怕那几个VIP乱来 一个眼神只走了狱警 把VIP关进了小黑窝 还不忘安排小弟挑不离间 通知VIP三号 他的护士老婆也来了 那两个VIP立刻怀疑 VIP三号叛变了 小薇见到呼风唤雨的老公 他更加怀疑 阿浩就是说说 阿浩怕被监听 带小薇来到操场 告诉小薇名单的是 那天自己被黑带套头命运 醒来时 口袋里有一张 写满明天的塔洛牌 阿浩找到会算命的房长 房长解释 塔洛牌代表性的开始 阿浩继续给小薇解释 在教堂的金珠里 总能接到输出给自己的命令 他用塔洛牌下达命令 吃饭时间 阿浩进来 所有的旧饭 一个起立问好 阿浩点头失业 所有人才敢坐下来吃饭 监狱霸王的架势执着 所有欺负小薇的人 也被阿浩一一警告 小薇也懂了 阿浩装成硕术 才能活下去 之后 硕术给阿浩新的考验 让VIP三人 主动成罪行 阿浩先拿VIP三号开刀 威胁他不要叛变 随后把发胶 丢入火堆里 熊熊烈火之下 阿浩露出邪恶的笑容 一把抓住VIP三号 就要丢进火堆里 VIP三号连连求饶 吓得尿了裤子 没过几天 VIP三人保释的日子到了 出狱前 三人不忘向阿浩示威 原来 他们早就知道 VIP三号的叛变 VIP三号根本没有被保释 直接被关进小黑屋里 监狱老大杨会长 也站在VIP身边 他也是假意归顺阿浩 阿浩瞬间重盘清理 看着VIP嚣张地离开 阿浩却突然大笑了起来 杨会长 正好一棍子解决了VIP三号 阿浩带人及时赶到 救下了他 VIP三号为了保命 只能紧紧抓住 阿浩这根救命稻草 原来都是阿浩自导自演 就是为了让VIP三号 输出幕后的黑手 此时 阿浩也在补局 找出真正的硕鼠 他悄悄地在圣母像里 安装了摄像头 拍下硕鼠的样子 竟然是对自己最忠诚的小弟 他取走了塔罗牌 难道小弟就是硕鼠吗 阿浩决定去和小弟摊牌 小弟极力否认 阿浩也发现 监控内容少了半小时 此时 小薇也收到送给死人的白色菊花 还附带一张代表愚蠢的塔罗牌 显然 这是硕鼠对他的警告 小弟也怀疑 阿浩硕鼠的身份 逐渐地疏远他 公子哥趁其买通了小弟 给了他一瓶毒饮料 阿浩喝下了饮料 顿时不动 在地上打滚 幸好被预警机时发现 出狱的小弟 看着救护车 良心不安地通知了小薇 小薇拒绝救护车 发现不对劲 救护车根本没开箱医院 幸好被小薇指示拦下 送起了医院 但在回监狱的路上 阿浩发现 救护车调转了方向 他大感不妙 刚想挣扎 狱警跟麻醉针扎入体内 醒来以后 他就躺在神经病院里 监狱大佬被五花大绑 困在精神病院的床上 无论他如何挣扎 都无拘于事 公子哥呢 带着真话机赶来 一针下去 问什么话都如此回答 被注射药剂大号 梦烈地颤抖起来 很快又恢复了安静 他看见一只小老鼠爬到腿上 随后一群老鼠 把他囤困包围 他吓得浑身臭臭 精神恍惚之间 公子哥开始提问 你是说手吗 阿浩回答不是 公子哥又问 我的1400亿 钱在哪里 阿浩说不知道 公子哥以为 是阿浩的意志强弹 药物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他哪里知道 阿浩根本不是硕术 阿浩昏死了过去 任凭公子哥如何拍打 都不起作用 公子哥一盆冰水 把阿浩破紧 失去耐心的公子哥 要除掉阿浩 前一期之下 阿浩随口说了一个地点 晚上 公子哥带着那三个VIP 把第三者 什么都没有找到 就在要放弃之时 突然挖出来一个箱子 打开一看 里面有根金条 公子哥带着金条 询问阿浩 其他金条的下落 阿浩顿时懵了 地点呢 是他随口说的 怎么可能挖出金条 他顿时明白 硕术一直在坚持着他 只要他拖延下去 硕术一定会来救自己 第二天 金城匹员突然着火 七天没有吃饭的阿浩 正要享受寿司大餐 他一个餐盘 丢到大汉的脸上 护士救援电话还没有打通 消防人员已经赶到 显然是硕术的安排 消防员直奔的驾驶 迎救阿浩 眼看着阿浩就要被掐死 但承销动员的小弟 即时救了他 小弟高烧的车技 甩开了追兵 又给了阿浩一把车钥匙 他去引开敌人 阿浩不愿意让小弟涉嫌 小弟只能说出 他收了叔叔的钱 随后 小弟被团团围住 他一脚由门冲了出去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换好衣服的阿浩 开车离开时 小弟满头是血 被抬走了 前方有警察检查 看来又要被抓 没想到 交警竟然直接放行 看来 交警也是硕鼠的人 他来到硕鼠给他安排的住所 里面非常测滑 各种名牌衣服和高档手表 阿浩会想起 小弟惨死的画面 阿浩按下决心 他要向硕鼠反击 也要所有的坏人 受到相应的惩罚 阿浩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们下期接着讲 本期是黑话力师 第五到第八集 本期问题 阿浩不仅颜值高 智商也很高 如果颜值高和智商高 是选一种 你会选哪个呢 选颜值高的扣三个一 选智力高的扣三个二 下一期 就是大纪局 阿浩找出了 说出的真面目 之后 阿浩拒进原市长 监狱的老大杨会长 他们也出狱了 他们跟着阿浩混 把整个势力 搅得天翻地覆 包括阿浩老婆 小微的医院 也有今天的大秘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博乐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